十年磨一剑 可是呢 在台湾餐饮界有一个讲法叫做 十年 十年熬一汤 我们今天呢 这次呢 超级美食家团团传呢 特别来给大家团购 法租界的黄金鸡汤 Adam 你告诉我 你们的鸡汤厉害在哪里 当初在摄氏馆鸡汤的时候 是强调它的原味 就是鸡肉的鸡肉的香 那我们用的水质也会有差 煮这个鸡汤厂 我们想要强调的是鸡肉味 那比较好吃的鸡肉 因为通常我买到的鸡汤 它的肉都是比较overcooked 那就是我们也觉得 使用的盐巴 你用台盐去煮出来的汤 跟你用海盐的煮出来的汤 味道是不一样 比较甜吗 应该说它会比较稍微甜 那种甜不是糖的甜 是鲜甜 就是它会让你的肉汁更甜 所以我们到来都只使用 周南盐厂的海盐 这个海盐很贵耶 对啊 因为我们用的海盐是真的很好 那时候我们就开始在找 很多种的鸡 那就一开始 延伸逐渐刚好它 就是它公式就刚好出来 它其实跟我们差不多时间 时间 对 那时候它在做的是一个地方创生 它可以帮我们店家 去把鸡汁OEM 就是 你想要什么鸡 想要什么口味的鸡 对 它会帮我去创造的鸡 那时候我们就针对 所谓的胶脂跟鸡胸 对 像我们的胶脂是来自于 像你吃白斩鸡啊 上面不是有那个果冻啊 对 我们就是特别的明显 那我们是用公鸡熬的汤 吃母鸡肉 对 就是我们用一只公鸡去熬煮出来的汤 然后再煮这个母鸡肉 所以是汤中汤 对 所以它的胶脂又会更明显 嗯哼 所以其实 呃 我们的鸡的 应该说我们的鸡的选项是非常 适合我们的这个汤品 嗯哼 那我们以后的比例跟 我们在于前置作业啊 在于血水的去熟化 我们花了非常多的工夫 嗯哼 那这样包含浸泡盐糖水 让这个鸡肉的 就是肉 呃 蛋白质膨胀 嗯 然后把杂质把它逼出来 嗯哼 那我在 烫过一个 冷水烫过一次的时候 这个鸡的血水就 呃 会消失 所以它就不会有所谓的鸡烧味 也不会有腥味 对 也不会有腥味 所以 再去煮这锅的时候 就会特别鲜甜 那 你看像我们是用砂锅 嗯 它砂锅它 就是我们 煮好之后才会掀这个盖子 嗯 对 就是我们会设定一个时间 然后去 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才会把盖子打开 哦 所以味道都封在里面啦 对 所以肉质也会特别 特别软 嗯 如果你一直开的话 它的肉质就会比较老 嗯 对 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些 比较小技巧 因为Adam是西餐 西餐的背景 可是呢 他做了一个纯鸡汤 那会不会有人想要要求 有更多的中式的风味呢 我们不加火腿 蔬菜 跟就是 猪 对 那猪脚 那不是因为加了那些不好 嗯 而是我们想强调风味不一样 嗯 像我们法国菜很强调的是 风土性 嗯 你看我们 我们在大午三下市场的 其实非常出来的鸡汤 有一定的属于它们 在那个区域的风土性 嗯 鸡汤是一个 大家从小到大 一个非常有鸡汤 很熟悉的味道 对 所以每个人 妈妈煮的鸡汤都不一样 我认为是 我们 这样的鸡汤来讲 除了喝以外 就是也 比较健康一点 嗯哼 对啊 因为像我爸 他就不会想要喝 太重 嗯 他的浓度比较高 那 也不会那么咸 嗯哼 那你在一样上的摄取的话 我觉得 就是还蛮蛮不错的 我觉得其实喝了法租界的 黄金鸡汤之后 就会知道纯粹这两个字了 而且呢 呃 这个鸡汤非常好运用 它整粒不挖 胡瓜拿下去炖 嗯 哇 好好吃哦 我什么也没加 就是黄金鸡汤的纯鸡汤 嗯 再加上切成大块的胡瓜 就是这么简单 就这样就够了 大家开动咯 法租界 法租界的黄金鸡汤 推荐给大家哦 我今天给大家看 我看的 我今天就要 所有群哟 有一点 有点 항 시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